一招是這個就是這個裝病 另外一招是冷序 然後後來撞起來 他想牙起來 搞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轉掉 可能我覺得第二招可能是很大 我個人是很擔心 有天正好會倒在那裡 腦瘀血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有可能 華國泰銘每次心虛 就大聲啊 屁陪久啊 他只要講不贏 然後當那個白毛的 尤柏翔 又問他問題說 你不公正 你根本不公正 為什麼要在你們浪費時間 你們沒有民意 我不跟你們對話 他就走 椅子一甩 走到憲法法庭外面的廣場 開始開直播 我真的覺得小草是個很特殊的組成 就是法律有沒有罪 就不是用民意可以決定的 譬如說1加2等於3 也不是民意可以決定的 很多事情跟民意沒有關係 他是是非的問題吧 我問你 定於委員 你也算是見多識寡 像黃國昌這種 可以一本正君的講X話的人 這不常見吧 真正的法律的實務 不管是理哲學 邏輯的推演 證據的法則 法條的文本的推演 那個才是紮紮實實的 他比什麼叫專家 他講這種話 就是我們這種名嘴在幹的事啊 我對那個專家 我現在實在開始慢慢要收回來 對啊 像他剛才講那個 下一次憲法法庭 我不是要講給他上面15個人看的 我要講給外面的人看 上一次他講說 喔這個喔 叫法官出來變的時候 我已經眼睛很大 許忠利很客氣講說沒這個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被告跟原告 或者我們在法庭上的工坊兩邊 對 有一個裁判judge 在那邊判斷你們誰講的 有沒有道理 你應該是要努力爭取 他認為你有道理 他直接說 我不跟你對話 對啊 你用邏輯 用證據 用論理 甚至於用眼淚 對 讓法官這個judge 偏向你那一邊 對 結果你說 我不跟我那個對照變了 我直接打法官 法官下來跟我打球 對 我用棒球為例子 我們去看棒球 有一個投手跟投打之間對決 對 然後投出去呢 刺壞球保送 對 後面我投球 我直接叫說 裁判你去投 不是 裁判你來打 裁判你來打 你覺得遊戲是這樣玩的嗎 然後現在更扯說 我不管怎麼投 觀眾當裁判 我不管你裁判怎麼辦 我跟觀眾對話 如果你出庭 你委任一個律師 跟你這樣講 你一定要趕快換律師 對啊 你溫馨欸 他的對話對象 是外面的吃瓜群眾 不是那個法官本人欸 這些事情是裁判在那邊看 那認為這違憲的 他會有一道論理的依據 坦白講那一天 民進黨各級政府派出來律師 都有所本 根據判例 根據法律在講這個事情 連大法官在問的就是 585號 他的本質是什麼 你現在是要推翻挑戰 585號的本質嗎 都在講法律話 他在講X話 對 那我判斷 我覺得 搞不好那一 憲法正式的憲法法庭 黃國昌掐子一算 我們輸的 生病 他不會贏 他認為他不會贏 因為你那個法的本身 就違反了既有的大法官釋憲 對 也違反了憲政的架構 他讀過法律 他應該知道那個不會贏 他搞不好那一天真的就不進去 在外面開始 我跟他有兩招 一招是這個 就是這個裝病 另外一招是人去 然後後來牙起來 他想牙起來 一摔 搞什麼東西 你不要這樣 然後就轉掉 可能我覺得第二招可能是很大 我個人是很擔心 有一天正好會倒在那裡 老淤血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有可能 因為華國昌每次心虛就大聲啊 匹配酒啊 他只要講不贏 然後當那個白毛的 不是 游柏翔 游柏翔大法官 又問他問題說 他可能站起來說 你不公正 對 你根本不公正 他還沒啦 他還沒啦 為什麼要在你們浪費時間 你們沒有名義 我不跟你們對話 他就走 椅子一甩 走到憲法法庭外面的廣場 開始開直播 所以我跟你講 你最近很多跡象 他講他早就準備好了 對 你現在早就準備好了 那一天 那個準備程序的時候 你怎麼怪人家沒有給你時間啊 不給他時間 什麼三天準備不及 還有瘋瘋小林說睡不好的啊 對 那現在他已經在鋪陳了 我都準備好了 對 我不跟這師傅個人對話 我要向歷史負責 所以他有可能進到裡面去 挑一個大法官 哪一句話講錯了 對 或者哪一個態度 他覺得不佳了 椅子一甩 翻桌 iPad還要記著拿 出去搞直播嘛 對 然後吃瓜群眾說 這是為了人民 對 為了正義挑戰體制 沒錯 搞不好會這樣演 可是我們在講他可能要換一點劇本 所以我回到一個 憲法法庭是解決我們國家紛爭的最後的體制 對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馬英九當總統他任命大法官 陳水扁當總統任命大法官 對 蔡英文當總統任命大法官 但過去從來沒有人說 這個大法官是這個總統任命的 所以我就不承認他 對 那不他們任命 你要誰任命 那是寫在憲法裡面的 不是好了 就算你不承認他 你好歹也針對他寫 你要判書來講 你要講個道理 現在講不贏人家道理 現在變成是翻桌兵德 對 我覺得八月六號憲法庭 大家仔細看 我們可以開一個李政浩小賭盤 我們來賭盤 那一天他會被呆在裡面 我覺得黃國昌會呆在裡面 當然他會抓公 會翻桌 翻桌就要出去了 變東心烏鴉 不想彈就不要彈 然後就翻掉 我先講我先猜看看 可是問題是我要問韋傑 董事長國民黨態度是什麼 因為國民黨你們今天開始有大的這個接獎 對不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廖偉翔今天也出來接獎 他接獎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來忠實的還原一下 反貪腐查幣案 反貪腐查幣案 國會改革勢在必行 國會改革勢在必行 今天發動這個全台大宣講 在監戰街口 這張街頭告訴大家 跟所有鄉親朋友 和我們的國人 報告國會改革的狀況 因為過去我們在這個會期 很重要的也就是所謂的國會改革 那國會改革已經通過之後呢 現在民進黨政府卻強硬的 甚至讓人感覺到大法官 就是民進黨政府的側翼 民進黨政府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狀況是這樣 今天呢你看喔 國民黨舉辦200場的國會改革說明會 8月1號啟動接獎活動 其實呢包含廖偉翔在那邊接獎 然後包含張志倫在那邊接獎 這件事實在是很有趣 我怎麼看都不像接獎 接獎要有接頭的人民 張志倫最有趣 在綜合廟口 我在這裡手吧 對不對 廣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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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是接獎 他在黨公講話嗎 他志公講話 里長動員 我第一次看過接獎是 面對廟裡面接獎的人 因為面對廟外面進出的人 對不對 還有這種面對廟裡面 然後這個 這哪裡像這樣 這就是一個擺擺 他講給神明聽 對神明聽 講給大家聽 你要確定 好那沒關係 超越兩千三百萬人 超越兩千萬人 我們已經上達天梯了 已經跟神明聽 那我的意思是 我想問維杰 你們可不可以好好接獎 什麼意思呢 我不是說形勢 我們講內容 比如廖偉翔說什麼呢 大法官跟民進黨里應外合 是民進黨的側翼 民進黨怕什麼 然後呢 這個張志倫說 這個口罩 還在講口罩厲害 張志倫看一下政論節目 好不好 現在口罩已經PASSED 好不好 民眾防疫缺口罩 缺疫苗 疫情結束 還缺雞蛋 執政民進黨的諸多B案 要追查 國家產生更進步 這都張志倫講了嘛 你們沒有一個人 針對大法官的內容在講話 我覺得每個地方形勢不一樣 像剛剛正好講說 他們可能這個 這算很特別 面對群眾的 面對廟裡面 像我們是有 在淡水幾個地區 有布好幾個點 你們那個還不錯 確實跟大家來做一個 宣講的一個活動 當然也是強調說 為什麼要做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的一個必要性 但我覺得這也是應該要 也是在呼應 不管有些公民團體 當初對於整個 國會改革的一個質疑 或者是說賴總統曾經講過說 這個東西沒弄好 再會有青鳥飛出來 所以我們要避免讓青鳥再飛出來 可是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 國民黨或是在野黨 要推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的一個重要性 不是你們 你們你們 抵累了啊 當然 要推國會改革 應該是四月的時候結獎 對 但我們現在八月 你應該講什麼 你要講說 我的法條哪裡沒有違憲 大法官哪邊認為有問題 我們認為法律見解釋 就是你要跟上節奏 你們都在抹綠大法官 沒有人在好好聊 每個人講的東西不一樣 論點不一樣 對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負責接講 不一樣 論點都一樣 什麼綠法官 小法官 這表示什麼 我覺得表示藍營的支持者 對於大法官的一個公正是有疑義的 對 那我覺得這也是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大法官 應該盡量讓藍營的民眾去適宜說 我們是非常公正的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我很公正 沒有任何偏頗 那我是覺得說 每個人他在接講的時候 他會有自己的一個 那你講什麼 你是不是也跟我講律法官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要逼我喔 我去掉袋子來 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還有其他的活動 所以我是沒有去接講 但是我的服務處的人 有去共同去接講 就是說針對國民黨 為什麼要推格這種改革的法案 但是希望說 藉由國會的改革 那可以未來 我們可以對於針對很多民眾有疑義的案子 不管你剛剛舉的那些東西 對 或者是說大家有疑義的一個弊案 國會有沒有這樣一個權利 可以有這樣的權限 那也讓大家可以公開透明 不要說 好像感覺這個 都是只有一股聲音存在 可是大法官有說 調查權乃是監察院 以及檢調機關的權利 如果讓立法機關有針對行政權的調查權 違反五權分立 你們有沒有針對這件事來討論一下 韋傑 我跟你講真的 你們講的論點叫文不對題 我都同意啊 就是說 立法委員的權利是在審預算立法案 對啊 調查權在五八五案 你會告訴你 叫做有限制的調查權 調閱權 那真正的調查權 是在檢察官的司法 或者是監察委員的調查 對啊 你們的 坦白講是國民黨 你們最重要的審主牌 五權憲法 應該是你們要維護的 這一種修法 你若先廢考監的話 就可以討論 你們這種修法 是違反憲法的 就你們現在都不回答 我們要查弊案才向國會 查弊案我也支持啊 查弊案 我也是揭壁集團的小羅羅 他也是揭壁集團的首腦啊 我們都查弊案出身的啊 要查弊案 吳中憲應該留回去當檢察官 怎麼跑來當立委 對啊 反了嘛 沒有 我能理解 剛剛委員你提的這些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們還是 作為國民黨 我們還是維護整個 五權憲法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架構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會參佐 我想不管是我們的智庫 也有參佐一些國會的案例 認為說國會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權限 來做這個國會的調查 但我覺得不管怎樣 各黨各黨的一個 立論的依據 現在已經進入到憲法法庭 去做一個最後一個仲裁嘛 文傑我不想對你太殘忍 你們哪有參考你們智庫的案例 那個是在立法院門口 黃國昌說 我們一個最高機密 明天下午就拿出來了 你是參考民眾黨的智庫 你們國民黨 只有那三個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都不知道啊 你們智庫不是只有寫個什麼 恐有違憲之魚嗎 我覺得最離譜的是什麼 一直講大法官是律法官 那能不能講 叫翁曉玲回去問他先生 請問一下你以前是藍法官嗎 你是馬英九提名的 國民黨提名的 所以你是藍法官嗎 我們沒有人 以前沒有人會這樣子認為 是因為你們國民黨現在認為說 我過的 所以你們大法官 一定要聽我的 不能給他違憲 不能給他強制處分嘛 那我問你啦 以後法院 以後法院的法官 檢察官 全部在偵辦 藍白相關的案件的時候呢 一定要聽我的 一定要對我有利 只能辦綠不辦藍 否則你們就是違背名義 是這樣嗎 我覺得對法官貼標籤 是非常 我坦白講 我並不認為是對的 當然我也歡迎坦白講 你們國民黨如果要宣講話 應該針對 就是法官或是說 有違憲的部分 來好好的解釋 我覺得這才是談到 回到正題 你可不可以